《創富激發點》的節目時間 今天請來的嘉賓有溫天立Ronald HelloRonald Ronald,相信今天很多香港人的心情 都是跟我一樣沉重和悲痛 是的,因為金融界都帶著比較悲傷的心情班 但我們希望市場者盡快安息 和他們的家屬能夠回復正常生活 是的,其實不愉快的事件始終會過去 我們的生活始終都要繼續 港交所今天在開市前 亦都為死難者敏愛一分鐘 股市都照開 所以都希望大家盡快收拾心情 或者將悲痛化為力量 繼續緊守自己的崗位 說到馬尼拉事件 其實當地的股市都有影響 好像是菲律賓股市 收市是跌超過2% 創了5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Ronald 我相信經過這件事發生之後 對當地的旅遊業來說 應該都有一個短暫和一個比較重的打擊 發生的事 我相信我自己來說 我都不敢去菲律賓 是的,我真的不敢去 說這麼久,不如我們先說回今天的港股 Ronald,看到今天的港股 都上不到21000 不過下午跌幅擴大 恆指收市跌230點 收市報20658點 成交555億 看到跌200多點 但成交500多億 相信市場有一個觀望的態度 現在看看港股都調整了幾天 Ronald是否繼續看淡 其實現在所謂業績期的效應 根本上已經過了 現在看看所謂基本的經濟面 現在來說,有很多重要的數據 例如美國的房屋和GDP方面 今個星期都會公佈 但在外圍方面 歐洲又見到比較弱一點 所以調整是比較明顯的 是的,港股跌200多點 主要都是受歐洲那邊偏遠拖累 接下來,預計恆指 是否會繼續在這些區間徘徊呢 我相信從藍籌股業績方面來看 我覺得已經是三個消散了 現在來看,股市的環境機會 都是比較大一些 這個環境過程裏面 都可能持續到八月底為止 但現在陸續續有國企業績 不知道可否有些驚喜呢 我相信市場較為關注 就是公行和國壽的業績 這個要視乎他們出來的成績 能否帶來驚喜 例如建行也算是OK 所以變成建行也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所謂穩定的股價 看到今天,不過建行也跌了四先 可能業績不會有太大的 過弱的影響 不會好過市場預期 所以股價都是暫時平穩發展 好了,我們看看十隻最匯約港股收市價 匯控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移動跌超過百分之二 建行跌四先 中人秀跌三毫 公行跌四先 A50跌一毫四 新股西部水泥表現不錯 逆市升超過百分之七 和黃跌六毫 中石油跌一毫 中海油跌一毫